為了解決偏鄉地區新鮮兒及嬰幼兒死亡率偏高的問題 門路醫院全面更新了高階產檢器材 也從募幫助弱勢孕婦來進行自費項目檢查 這項計畫也獲得水下攝影師陳文化的支持 不僅將獲得IPA國際攝影得獎作品移到院內展出 還授權製作成大幅的家世掛畫 希望感謝捐助人的支持 台灣女性水下攝影師陳文化 因為喜歡鯨豚而潛入台灣花東 東加 斯里蘭卡 紐西蘭等 不同海域拍攝鯨豚影像 在2020年時還曾經獲得IPA國際攝影大獎的兩項殊容 而他這次是特別帶上了得獎作品 在門諾醫院以悠遊戴新生作為主題現實展出 那他的肢體語言非常豐富 對 尤其是在水裡面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他寶寶跟媽媽 他們其實肢體接觸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會覺得他們的動作是非常非常輕膩 那寶寶有時候會躲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然後往上看著我們 他就很好奇 那你會覺得那個畫面真的是很融化 對 就是看到媽媽跟寶寶的互動 你會覺得很感動 我就覺得很棒 因為很切題 因為我這次拍攝的主題是 母子隊 媽媽跟寶寶 所以他剛跟我邀約的時候 我真是一口就答應了 沒有 我覺得很切題 然後他們是水裡面的哺乳類動物 他們也是喝奶水長大的 跟人類是一樣的 只是他們的生活場域是在海裡面 所以可以用這樣呈現還蠻開心的 得知門諾醫院要進行復刻儀器更新 成文化亦不容辭的挺身而出 並將這幅母子背影的作品 授權給門諾醫院 製作成捐款滿額的正理 而這項展期從即日起一直到10月底 共有九幅作品在門診大廳二樓展出 林文化也表示 為了協助儀器更新 他願意捐出現場作品售價的10%來做響應 也期盼有更多人能以實際行動 為東部偏向弱勢孕婦及婦女的健康 盡一份心力 記者 徐立晴 花蓮室報導